落矮是怎么一步步走到大秦权力中心的 落矮虽然业务能力出众 但是没人招工 即便空有一身本领也找不着好工作呀 正犯愁呢 就听说秦始皇他妈壮年丧夫 家里缺少劳动力 老情人吕布韦又年纪大了 帮不上什么忙 就寻思帮他学莫个年轻力壮的 这不专业对口了吗 落矮可不是娇滴滴的唐三藏 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果然落矮一报名就顺利通过海选 一路过关斩将 直杀到最后一场 决赛上更是秀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活 在身上挂个50多斤的图木车轮 还能正常行走 除此之外 他还是个拥有10年驾龄的老司机 最擅长的就是骑马驾车 靠着这份丰富多彩的简历 落矮顺利通过面试 但在入职之前 还有道程序得走 当然这道程序只是为了掩人耳目的 拔拔胡子而已 并没有落下什么残疾 完全不影响日后开展业务 靠着他是肯干的工作态度 和突飞猛进的业务能力 落矮很快就成为了太后身边的大红人 要说这太后赵基 也是个古早恋爱脑 这要正常人 即便落矮工作再努力 赏他个金银财宝大红包 也就差不多了 顶多年终奖翻倍 待遇再往上抬一抬 也就够意思了 但赵基一高兴 竟然把自己的公章都交给他保管了 那机密文件连看都不看 全都给落矮审批 还借着生病 非说王公克自己 想方设法的搬到公外 跟落矮过二人世界 不到一年连娃都生了 甚至还有二胎 这一家四口在雍城 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嬴政虽然总来看他 但孩子怎么藏 藏在哪 人家早就制定好应急预案 演练了好多遍了 所以整整九年 嬴政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后爹 以及两个同母异父的亲弟弟 但这个事是怎么露出去的呢 主要是因为落矮掌握的权力实在太大了 不光是秦国的官员 几乎个个都来巴结他 就连各国使臣 每次到咸阳都得先给他送礼 就啥事不办 也得把人情续上 这天长日久的 落矮也飘了 跟人家喝酒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 当众宣称自己是嬴政的后爹 九星以后才发现不对 但说出去的话也收不回来 那就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